南京大牌长期存在杂草重生 垃圾堆满排水锅的状况 前不久施工所特别编列经费 针对南京大牌来个大清理 在世代会总质询中 排水锅的清理成效 也获得世代陈明峰的赞许 可是针对新山路污水排放 出海口的下游段 长期存在淤泥积水不通的情况 也让市民代表周达山十分担心 眼看夏天将到 画面中这种淤泥夹杂着污秽物的问题 会造成文银滋生 引发小黑文快速繁殖的危机 大厘来离边那两船船都没有经意 不过在那个铁马道附近 因为它有比较庸舍 那边的变成是它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直接很顺很快速的把它排到贵里北路 所以说在那边会有一些迂回 把它回流到那个停车场那一段 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水会从铁马道 就上游这样游这样游在那边 对 从铁马道那边会把它 会回流到那个停车场前面 所以它的淤泥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的铁马道都有在寻乱 都一起吸 这个部分我们再加强一点 好不好 目前南京大牌与新色排水货的规划 同时在这里汇流进入污水管线 地形环境长期存在这种 无法顺利疏通污水的窘境 成为施工所未来急需研拟解套措施的重要课题 同在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 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